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林廷辉时间 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是有关于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未来的对中政策 为您今天邀访到的是金门大学的副教授卢振峰卢教授来到我们现场 那我们知道说在11月3号的时候 这个美国总统有一个选举出来之后 在12月14号也进行了选举人团的投票 原本这个川普总统还在做一个最后的挣扎 那最后呢这个12月14号的选举人团的投票呢 似乎是毫无悬念了 应该未来就是拜登政府来执政 那全世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于说 他会不会接续的所谓的川普政策 对中的这样的一个防中政策 或者是说抗中或反中政策 那拜登政府未来的对华政策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这个拜登政府所提名的一些人士 以及相关的一些这个未来可能要经过参议院的一个候选的名单当中呢 究竟这些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是什么样呢 那当然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这个国内最著名的 这个美国研究的专家 对于过去的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相关人士都有一些研究的一个卢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先请卢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 好谢谢 那我们对于卢老师过去的研究方面 是有关于台美方面的一个军售 或者是美国对台对两岸的一些政策 那我们今天当然要谈这个所谓的未来拜登政府对华的一些政策 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在1月20号拜登就职之后 接下来他的团队就陆陆续续开始会推陈出新的一些 可能有过去跟川普政府一样 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个政策 究竟在对中国这一块的话拜登政府有没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战略 或者是说有他们的一个相关的思维 卢老师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美国宪法是第二条是规定总统的任期就是四年 是四年前2017年的1月20号的早上 川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所以他的任期就是到2021年的1月20号的早上 所以不管川普承不承认这次选举 虽然还有一些法律诉讼 不过这几天他已经在进行大赦 大赦的一些人员都是有一些政治上考量的 所以当总统准备在进行大赦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要离开白宫 拜登其实也很快就是在美国的总务总署 也就是说交接的承办的单位 开始允许他开始听国安的简报 然后也开始让他们可以接触一些政府官员 要交接的一些事项开始 他就开始很快的在任命提名新的内阁阁员 虽然美国是总统制 但是这些内阁成员 其实不管是国务卿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最高顾问 国防部长是他的国防政策的最高顾问 同时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国家安全会议的 我们这边叫做秘书长 但是白宫叫做国家安全顾问 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那这些基本上都在选举之前 就都参与了拜登的这些相关对外政策的拟定 这一次拜登他认为说美国要重新再回来 因为川普的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 让许多的外国就感觉到华府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拜登这一次以高票的这种得票率 得到了白宫的总统宝座 这次他的人事的提案 其实各界其实都密切在掌握 比方说他的长期的布林肯 提名担任国务卿 这个其实过去他也曾经在国务院 在欧巴马时代第二任期的时候 他担任国务院的副国务卿 另外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叫做苏利文 这个苏利文年纪很轻43岁 他过去长期是希拉蕊国务卿 那希拉蕊参议员的办公室主任 那他的专场是在中东欧还有在亚洲地区的事务 那另外有关于国防部长的任命是比较出乎外界意料 本来他是会提名一个女性弗洛洛洛伊 结果上面他提名一个叫奥斯顶的一个 世心的一个卸任的将军 因为这个将军必须要七年离任 因为美国他是一个文人来控制军队的国家 那这军文关系里面 在他们的法律里面是规定 卸任的国防部的高层 必须要有七年的时间才可以再回来担任文职 这主要是担心他们跟过去军中的跑者 在人事的关系上比较密切 所以要避免这种人事的包袱 所以他们规定是七年 那这几位的我们刚刚讲的 除了国家安全顾问不需要经过国会的听证任命 其他的阁员都必须要在1月20 国务卿跟国防部长有可能跟总统 是同一天就可以通过参议院的人事命运 但是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因为共和党他其实在参议院里面 看起来现在还是可以赢得危惧的一个多数 也许是53票也许是52票 那这样子对于政治在对立 政治在激化的美国政治而言 拜登要提名的人选 要轻易的获得参议院的任命同意 事实上是有些困难 所以他本来另外有一个是在欧巴马的时候 曾经担任过联合国大使 也曾经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 这个苏珊瑞斯 他本来是呼声最高的国务卿的人选 但是因为他在欧巴马的时代 由于美国斩首那个宾拉登 还有在利比亚的这个使馆 美国住在利比亚使馆被有一些使领人员被枪杀 当时他们第一时间把这个定位是恐怖主义 结果调查的结果他并不能够直接证明 他跟恐怖主义挂钩 所以应该是他们使馆的安全 在维护上出现问题 所以在这部分他就没有办法获得国会的支持 所以在最后的人事命令上才出现说 有他长期的助手 布林肯出任国务卿 那从这些人选看起来 就是说建制派过去长期以来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主导美国的这个国安外交的这一群人 有一个专有以名词叫Blog B-L-O-G 这一群人其实他们就是一小撮的 然后他们长期在国安外交领域里面 而且学有专长 然后形成了一种对美国外交政策 其实已经有一种长期的价值跟信仰者 他们来推动美国外交政策 所以美国的外交政策 长期以来被认为没有重大的改变 但是在对中国政策上 因为川普这三年多 尤其是2018年的这个其中大选之前 他开始对中国有更多的直接的批评 而且要把对中国的政策 证明叫做战略竞争 尤其这在2018年的10月1号 中国的国庆 他们住在美国大使馆的国庆酒会 美国的这些国安会的高层官员 去致辞的时候 都直接讲出 现在美国要对中国的政策要证明 他引用了孔子的民不正的言不顺 而且认为说 中美之间应该要正式 就是大家公平来竞争 然后促进双方的进步 促进双方的双赢 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政府在今年的8月 随着选举的这种热潮 他几乎到现在为止 即使是选输了 国务卿蓬佩奥还是每天都有提出 对中国的这些制裁的 或是一些限制中国高层官员 甚至让中国的一些公司 甚至涉及香港的一些决策人员 对他们冻结资产 甚至不允许你如果是中国共产党员 将来要进入美国 你的家人签证都会严格来审查 现在我们就比较担心的是说 接下来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会不会延续川普这样的政策 比如说像刚刚提到 中国共产党党员要进入到美国 要一个月一签 那过去来讲的话 一个签证就可以好几年了 但是现在缩短它的一个时间 然后另外针对这些 所谓的中国的企业 比如说你有打压新疆的 或是香港民主人权的 等等之类的这些相关企业 甚至到南海建造岛交这些相关企业 也做一个打压的动作 那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可能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逐步的放缓 或者是说把它放宽 甚至于说取消这种所谓的限制 因为你知道这用行政命令方式处理 那接下来拜登可能用行政命令来处理 那有些东西如果是经过国会 当然是立法的话 那当然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比如说刚通过这台湾保证法 这些东西 那问题是说拜登政府 他被视为是一个比较 对于中国来讲的话比较合中 甚至说在台湾的问题上面 有人现在都开始提说 要回到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的这种概念 那你对这个东西的话 你担不担心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看法 我是觉得现在这一段 要去很快的去判断说 他会不会逆转 就是回到以前的交往政策 我觉得说即使主观上 拜登政府愿意 恐怕短期之内也没有办法真的回到 因为川普最近这半年多 基本上他的目标就是要 把所有过去至1992年 自克林顿总统以来 克林顿小布希奥巴马以来的 这个交往政策 engagement 这个要把它全部打掉 这个事实上其实比较复杂的因素是 中国也在这40年中 其实他的国力确实有大幅的增长 所以让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好 让很多美国的工人也好 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中国崛起 那再加上中国在2008、09年的 全球金融风暴 这个全球金融风暴 其实爆发在美国 然后扩散全球 中国是最快的从这一波的全球金融风暴里面 复苏起来的国家 然后接着刚刚主持人廷会提到 就是他在南海有一些岛礁的建设 在欧巴马卸任的时候 基本上就质疑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是在朝军事化的方向发展 那2015年的9月 习近平其实也到了白宫访问 他在白宫的这个草坪上 纽约时报的记者也问了这个问题 基本上美国认为习近平在那一次的回答里面 就是在告诉世界所有的人说 我们不会在南海有军事化的意图或是建设 不过其实国务卿蓬佩奥也很清楚的就指出 其实这个你在那里部署飞弹 在那里建飞机的碉堡 在那里建了三条飞机的跑道 这个基本上就是朝军事化的方向在发展 那最近这一两年这个印太战略里面 其实已经开始把以前美国在北欧跟欧洲国家的一些 共同的海洋巡防啊 共同的海事军事演习的那一些倡议 那一些合作的项目 现在都往印太地区来转移 所以你可以看到英国也来了 法国也来了 德国也来了 尤其这个马斯廷号不是到了南海到台海吗 那其实在这个前一天 法国的海军舰艇跟菲律宾跟美军就在南海军事演习 日本也是积极的参加 澳洲也进来 所以我是认为说 中国在最近透过他的驻美大使崔天凯 透过他的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甚至透过他的一些学者都在提出一些倡议 中美可以在第一个 在心肺疫情的这个防疫上面进行合作 第二个在气候变迁的议题进行合作 第三个希望赶快从美国关闭了中国驻 休斯顿的领馆 那中国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领馆 那中国可能会先恢复这个成都的这个使馆 让美国的使领人员回到成都 那但是这部分很复杂的就是 它可能涉及到新疆的人权议题 涉及到香港的这个最近的这些逮捕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基本上我觉得他都还在互动 那双方会在拜登政府开始上任之前释放善意 尤其是北京会释放善意 我觉得这很正常 我一点都不会惊讶 但是看到一个讯息就是中国跟欧洲开始在谈 也就是说几乎他们的这个双边投资保障的这个协议 也就是说中国愿意开放更多市场 让欧洲的公司 尤其德国法国的公司进到中国大陆 这个对欧洲公司是有吸引力的 尤其最近英国脱欧的这个进展 但是美国的这些 比如说像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他就跳出来 而且这个新闻其实有英国的金融时报 美国的纽约时报 还有华尔街日报 基本上都一致的这种立场报导说 美国介入了 希望现在的欧洲不要那么快 跟中国达成这个投资保障的这个协定 他们认为中国开放的还不够多 尤其是如果这个协议达成 欧洲几乎上在人权的这个立场上 基本上是向中国退让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拜登政府其实现在很谨慎 很小心的在注意中国 不管在东北亚也好 跟日本韩国的进展 跟东南亚国家的这个疫苗外交 甚至跟欧洲国家的这个贸易的 这个协议的谈判 美国基本上很激情的在关注 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 拜登政府要跟中国走向调解 走向和解的这个恐怕没有那么快 所以他们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再去重新建立他们彼此的信心 之后才有办法让中美关系回到正常的回道 对我们知道中美关系不仅仅只是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那当然过去拜登曾经重视的中东 伊朗的等等问题 那也是一个重心 节目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后回来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你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林廷辉时间 我们上一段节目讨论到的是有关于拜登 接下来上台之后可能的人事任命 还有未来他可能的一个对中政策 不过我们知道整个国际局势 它是一个千头万绪的 因为他不仅仅只是一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个问题而已 他也包含这个欧洲以及中东的等等问题 特别是过往 这个拜登在担任欧巴马的副总统的期间的时候呢 他基本上处理的很多事物都跟中东事物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准备要即将在卸任的之前呢 看了他很多动作都跟伊朗跟中东的关系 是有一些变化了 特别是他过去这几年当中也鼓励 以色列跟中东的国家正常化关系 这外交关系的建构 那这个东西就会进一步再影响到 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 怎么在国际社会当中去所谓的合众联合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拜登曾经在 他的外交事务这个所谓的期刊当中也提到 未来要处理北韩问题的话 必须还是要找中国进来谈判 所以换句话讲说 北韩问题跟伊朗问题等等这些国际事物 似乎看起来拜登好像想要找中国一起来合作 那如果这种方式进行的话 会不会变成中国对于这个美国 对围堵中国的一个这样的突破口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到底这件事情会对这个中美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可不可以请卢老师先跟我们讨论一下 有关于伊朗问题来讲的话 到底拜登接下来他后续怎么会处理这个事情 伊朗的问题基本上是因为 川普退出了6加1的伊朗核武协议 那当初是5个常任理事国 联合国的5个常任理事国加了德国 跟伊朗签了这个伊朗的核武协议 不过呢川普政府还是认为 欧巴马签了这个协议之后 伊朗还是在精进化他的核武啦 所以呢他们基本上认为 伊朗的核武实力基本上是增加的 而不是因为有这个协议之后 他就真的没有停止这个武器的这个研发 所以川普就退出来了 那川普退出来之后 他采取的方法也一样在联合国发动 也是希望安理会能够通过 对伊朗的一些高层官员 以及伊朗进行经济制裁 除了这些制裁之外 其实最近伊朗的一些军事的降临 也都受到了斩首或是都已经身亡 所以看起来伊朗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企图心 短期之内确实在川普的这一波的出手以后 其实留下来给拜登是比较好处理的 那不管是伊朗或是北韩 基本上我觉得也许 华府现在的新政府 拜登会给中国再一次的机会 这个都跟当时川普刚上任的时候 其实他在处理北韩 也是给中国差不多也有一年半载的机会 那我再回到伊朗 美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 有足够出口石油的国家 这跟过去我们认为美国仰赖中东的石油 这样的观念已经都不一样 尤其美国现在有页岩油的出口 不过谈到这个页岩油也可以跟气候变迁 也会跟到民主党跟共和党 他们对于产业政策 尤其是共和党主张偏石化的这些产业 当然民主党他会比较在生能源 捷径能源或是这种 这种风力水力的这样的能源的开发 这不仅仅是气候变迁的气候暖化碳排量的问题 他还涉及到美国新的就业创新机会 那伊朗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进来 也就是中国最近对伊朗的石油的仰赖是增加的 所以中国尤其这个华为 即使是加拿大逮捕这个孟晚舟 也都以他因为帮助伊朗逃避这个联合国的经济制裁 来逮捕他 那当然这个中国透过华为不仅仅在伊朗 然后帮助他们受到这种联合国制裁的国家解除 或是说逃避这种禁运 其实华为也帮助中国 在世界各地 尤其非洲有很多国家 帮助他一带一路的拓展 甚至帮助他跟当地的一些政治人物 或是一些媒体建立更好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这已经是中国的这种我们过去说是瑞实力 现在他们都是遭渗透的影响力 甚至是强制的侵略侵略的力量 如果拜登希望中国在伊朗或北韩的核武的这个非扩散议题上 再进来加一脚 基本上我是觉得只是让拜登跟北京增加一个谈判的机会 然后增进一个重新建构双边关系的一个机会 但是现在看起来因为已经2020年新冠肺炎 整整让大家过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年 2021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 他是建党100年 那中国是完成了这种他们叫做脱贫 叫做均富的小康社会 那2022年又进入了中共的二十大 尤其在2022年的差不多10月11月 是不是习近平会有第三任期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的行为 那如果说习近平 因为我现在都觉得习近平他已经就任 从2013年开始算的话 他的经验都已经不是当初拜登2011年或2012年 跟他见面的时候那样的一种认识 拜登曾经说他现在是全世界跟习近平 因为他们两个曾经有25个小时 他到2011年的8月16号 他到北京访问之后 习近平带着他到成都去四川大学进行演讲 去参观都江宴 他们两个拜登说他们有25个小时的独处的时间 除了这个传议之外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拜登刚上来 他的政府希望让中国有一次机会 跟全世界展现他温和的 或是他一个新的形象 尤其最近这一年 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战狼外交 受到他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作为 把他的国际形象弄坏了 可以刚好给习近平一个修补的机会 那也刚好就是川普也卸任了 刚好就拜登可以重新展现美国的领导 那中国如果也愿意跟美国有一些调解 基本上中美关系回到欧巴马 差不多2014年15年的那样 就是双方有100个沟通管道 双方定期的就是一年在美国 一年在中国有一个叫做经济与战略对话 这个管道 双方差不多都有200人互相的到对方去进行开会 建立这个熟视 不过过去这不管是欧巴马的八年 或是川普的这四年 北京往往有一些承诺或是有一些协议 但是他往往也会撕毁这些协议 比如说本来中美两方的军事 要举行一些视讯会议 但是到了会议前一个晚上 北京通知他们没有办法出席 而且只是用视讯 连这个要用视讯都会突然间 就是不愿意出席 就可以发生到不仅仅是这个 就是2018年的这个中美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5月的时候被习近平重新修改 所以他们又重新谈到2020年的1月15才签 这基本上就北京在这方面 就是国际协定他会出尔反尔或是毁约的这些案子在增多 这些增多都会让华府在考量中国的承诺的时候 对他信心会有一些存疑 即使是拜登政府想要把中美关系回到比较好的管道 恐怕北京的持续对外的强势作为 都不容易让华府能够说服他国内或是说服他的盟邦 尤其拜登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他要跟很多的民主国家 还有他的过去的同盟跟伙伴国家一起来磋商 然后来应对中国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挑战 他对待中国其实他是有条件的交往 他也不是说过去的欧巴马的时候的全面性交往 他是有条件的 在中国有共同利益的地方 而且中国愿意退让的地方 美国愿意跟他进行战略合作 但是在中国不退让 美国也必须要以强硬的态势回应 不然他也没有办法回应今天日本对美国的要求 尤其像日本的首相这个菅义伟 他已经特别清楚表示 他希望二月就赶快到华府去访问 事实上也不是只有我们的空军 必须要天天的到我们的西南领域去 寻味我们的上空 日本跟韩国都一样 他们都要紧急升空去拦截解放军空军的战机 所以这个已经是中国的军事 或是中国的这个国力 其实已经不是区域国家可以应对 其实也不是美国单独可以国家应对 更何况以前是台湾单独应对 所以现在应该是所有的美国的盟邦 伙伴国家一起来共同应对中国 那这样来思考美中关系的话 也许会比较全面一点 对所以没有错 在这个拜登上台之后 的确他也提到说 要跟所有的民主国家来做结盟 当然最近也有人提出所谓的D10 就是这个七大工业国 加上三个国家 韩国印度还有德国 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 来组成所谓的民主联盟这个概念 甚至于拜登也提到说 就任的第一年内 他会去举行所谓的全球的民主峰会 那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造成 对中国的印象来讲 因为毕竟来讲 很多人大家认为说 中国毕竟你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当然是没有资格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峰会 刚刚卢老师也有提到说 这个会不会拜登在给所谓的习近平 一点点的机会 让他能够有所表现 但是刚刚卢老师也提到一点 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是还蛮悲观的 因为其实习近平 他目前基本上来讲 如果他是在延续他的任期来讲 那如果他的国家主席的位置 还是一直确保着没有下来 等于说他的任期制 等于是被他结束掉之后 继续再继续延续下去的话 这对西方国家来讲的话 你就是一个没有任期制的限制 如果你真的要推动一个民主化的中国的话 你至少是先把这个任期制 这个所谓的限制 连选连了一次而已 这样的概念呢 把它再回过头来 把它这个修现在修回来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迹象的话 似乎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可能 那另外在香港问题上面 新疆问题上面 他好像中共也不会放手 看起来是不会放手 所以这是结构因素还是个人因素 那如何是你的看法 这是政治 但是我觉得美国跟中国 还有一个叫做经济结构的问题 欧巴马2013年的时候 中方是用深化经济改革 但是川普不认为 他这个经济有在改革 那在政治方面 他甚至会对台海会有统一法的推动 这些都可能不是 我们外界那么对中国民主乐观的一个看法 好的 所以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上节目到此结束 那以上就是今天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 今天节目探讨的主题就是 拜登上台之后可能对华政策 今天为您邀访到了 是金门大学的副教授卢正峰 来到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廷辉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再会